在上个月的视频 我给大家分享过这个Ella模型 使用它来生成的图像 会比SDXL、LDL13生成的图像 更符合我们所填写的提示词的标准 会更贴近我们的提示词 那么上个月 这个模型还没有公开出来供大家使用 那么现在呢 它已经将模型释放出来 我们可以直接使用它了 今天给大家演示的案例 我们来使用这个Ella模型 是在convUI工作流里面去实现它 去使用它的模型 我是把官方分享出来的Ella工作流 进行了一个汇总和整合 放在一个工作流里面 也会放在我的网盘里 供大家免费下载使用 学习和测试 同时我也会把Ella的模型打包 放在我的网盘里 供大家去网盘里下载Ella的模型 你下载好Ella模型之后 它需要放在两个位置 一个文件夹呢 是Ella的模型文件夹 只需要放置这一个模型 放置在convUImodels文件夹下面就可以了 那么还有一个位置 就是我们在convUImodels这个文件夹下面呢 需要在这个文件夹 T5model这个文件夹下面 去放置这两个文件夹 每一个文件夹下面都放置有Ella要使用到的模型 这些呢 我都会打包 同时放在网盘里 供大家免费下载 放置好这两个模型文件夹之后 我们就可以在convUI里面正常输出图像了 在这个工作流里面呢 有两种方式生成图像 一种方式呢是我们使用Ella的采样器去直接生成图像 我们可以在Ella的这个采样器节点这下面 我们可以选择图像采样器的类型 会影响到我们生成图像的质量 你也能够使用laura模型 去生成快速图形 或者是风格图形 我们在这个convUI工作流里面 所使用的大模型呢 都是使用的1.5的模型 它不能够使用sdx2模型 或者呢 你可以使用原来的采样器 ks采样器来生成图像 使用原来的ks采样器的 你需要将这里面的设置参数呢 同样设置到这个节点里面 这个节点里面 它所使用的参数 一定要和ks采样器里面的这个参数呢 一模一样 你也可以使用convUI来控制图像的生成 在这个案例里面 我使用的是convUI深度模型 你也可以去使用其他的动作模型 或者是convUI模型 都是能够来控制我们的最终图像的 如果当你第一次加载这个工作流 有加载不出来的节点 那么你需要到你的convUI管理器里面 去安装缺失的节点 重启convUI就能够正常显示出来 这个工作流了 那这里面呢 有一个小细节 就是在这个节点里面 当你设置了一长串的提示词之后呢 它的字符数超过了128个字符 那么你需要将最下面的这个参数呢 去给它设置为false 如果你要是使用简短的提示词 你可以使用为处 因为当你设置一个比较长的提示词 而下面的这个参数是为处的时候呢 你所生成的这个结构图像 它的质量会差一些 所以说你将它设置为false 它可以对一个比较长的提示词生成图像 进行一个更好的输出 好了如果想去试一下 AILA根据我们的提示词 生成更标准 生成更符合你思想的结果图像 那么可以来试一下 那么大家也可以期待一下AILA下面的进展 现在的AILA正在研究一个高效多模态适配器 也就是类似于IPAdapter的功能 它可以实现我们上传一张素材图像 按照素材图像的人脸或者是动物的脸 来进行生成结果图像 这个技术AILA正在研究当中还没有发布出来 我们可以期待一下 发布之后供我们来使用 我也会持续关注AILA的这个适配器 如果觉得今天分享的这个工作流对你有用 那么也请帮助我的视频点击关注加三连 我们下期分享再见